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开幕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王沪宁发表政协工作报告 全世界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今天早上九点开幕 大会包括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七项议程 美国最高法院全票通过 推翻克罗拉多州 早前剥夺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资格的决定 以军早前袭击拉法造成至少十亿人死亡 新一轮的以哈廷火谈判在开罗举行 一方仍未出席 俄罗斯传照德国大使要求解释 军官讨论西俄录音 美德维基夫称 俄方不可能与乌方现任领导层和谈 法国修改宪法承认堕胎合法化 也成为全世界首个将堕胎权 纳入宪法的国家 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4年3月5号 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郭阳子 早上你好 我是好商议头条 我们一起来进入两会时间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四号的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发表任内首份政协工作报告 强调要深刻认识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 制定全国政协党组 机关党组 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事项清单 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四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表任内的首份工作报告 他说去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带领下 坚持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坚决克服了内外困难 新冠疫情防控平稳转断 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 科技创新 实现新突破 安全发展基础 巩固夯实 民生保障 有利有效 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预期目标 圆满实现 社会大局 保持稳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迈出坚实步伐 极大增强了 全国各族人民 信心和底气 王沪宁强调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要继续把劳履职正确的政治方向 强化政治培训 提高委员的政治能力和履职本领 我们深刻认识 人民政协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 自觉把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 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贯穿到人民政协全副工作之中 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制定全国政协党主 机关党主 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事项清单 严格执行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作 王沪宁说 2023年全国政协进一步发挥了 统战组织功能 促进政党民族宗教和阶层关系 以及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 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发展工作大局 在港澳方面 围绕着促进港澳青年更好地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等开展调研 组织深化港澳与内地交流合作专题视察 完善联系港澳委员会工作机制 另外围绕加强两岸产业合作 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等协商建言 举办第六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 助推两岸融合发展 今年是建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 也是十足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王沪宁就强调 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 尽职尽责 为实践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汇聚智慧和力量 王沪宁说 全国政协工作还存在有一些不足 主要是围绕着重大问题 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 深度协调异证的系统性不足 协商市监督创新的举作还不够 同时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的互动 以及载体还不够丰富 制度性落实还存在有薄弱环节 他就强调要认真的研究改进 富王卫视 胡林叶百见周明亮 北京报道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四号的上午是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预备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 表决通过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议程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四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预备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赵乐际主持会议 赵乐际宣布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于2024年3月5号召开 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预备会议经表决 选举产生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 大会主席团由181人组成 李鸿忠为大会秘书长 根据表决通过的会议议程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 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 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审查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审议前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审议前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凤华卫视综合报告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本次主席团会议因到 出席180人 缺席1人 出席1人 定人数 会议首先推选了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 主席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 副委员长秘书长担任 主席团 并主持主席团会议 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日程 5月5号上午开幕 11号下午闭幕 根据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规则 第一次会议推选主席团成员若 参认每次大会全体会议的执行 经过表决会议推选了大会全体会议 会议经过表决决决定刘起 为大会副秘书长 罗金简兼任 会议经过表决决决定大会 截止时间为3月8号上 时间大会秘书处对代表团和 提出的议案进行研究提出 报告主席团做出决定 alf grocery块 sofort 14届全国大议ón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 委员长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做的 关于14届全国人大 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议程草案 都被绝了 决定将两个草案分别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预备会议 3号下午和晚上 出席14级会议的各代表团召开会议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 议程草案 综合报道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4号中午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 楼请简担任大会发言 全国人大议程一共是有7项 审议政府 两高报告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公会审议国务院组织法 楼请简还证实 今年 之后不再举行总理记者 陕西省委书记 江苏省委书记 外事委员会主任的楼请简 出任十四次会议大会发言人 他介绍说 5号上午开幕 11号下午闭幕 将进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预算报告 预算报告 是一国务院 按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一项议程 进一步 全国国族人民的实力和行动 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认真履行宪法 补育的职责 年大会日程上并没有安排 在人 后邀请国务院总理举行记者会 是否会有总理中外记者会安排 去年 政府换届之后 新一级 已经就社会关心的 今天 政府自身建设 进行了 整个任期的工作思路 今年 人大开幕会上 做政府工作报告 加上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能 一些的问题 统筹考虑 安排 今年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 举行总理记者会 如无特殊情况 全国人大后几年 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高度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 楼杰 新大将围绕改革抓立法 体制改革 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状态 把改革成果固定下来 内生动力将制定 卫生检疫法 完善现象 组织生态环境法典的 必定学位法 学前教育法 修改 防治法等 总的看 中国发展面临的 强于不利因素 经济回升向好 长期向好的 基本没有改变 有足够的信心和底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 以法立法 修进推动立法工作 高质量立法 保障 高质量发展 今年的全国人大及 增加了审议国务院组织法 现行的国务院组织法 制定于19 直线至今已经超过40年 楼勤年 政府职能转变 以及加快 建设的要求 决定修订 修订将明确 国务院的性质 完善国务院机构 及其职能的规定 建权国务院会议制度等 霍维伟 王磊 北京报道 14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大会发言 在回答香港基本法23条 是尽早完成香港基本法 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 成23条立法 有利于保障香港 的根本福祉 有利于保护 在香港投资者的利益 香港特区政府 之后 直至没有完成 香港基本法 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 通过香港国安法 香港特区政府 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8号完成立法前的公众咨询 向立法与香港 有效刑解 与香港 法律 融会贯通 从构成系统完善 国家安全法律体系 有利于 维护国家 安全 发展利益 保持香港 长期 有利于 香港全体居民的 有利于 国家的利益 确保 香港 长治久安 是 行稳 资源 完成香港基本法规定的 维护国家 是香港特区 履行维护国家 也是特区 落实香港基本法 建立健全 香港特区维护 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以及 以关规定的 法定义务 全国 密切关注 全力支持 香港特区 工作 未来 终于 继续 支持 香港 继续 融入国家 发展 主动 对极 国家 发展 发挥 好 在国际 双循环 中的 苏 是 香港 在 经济 高质量 发展 和 能 高水平 对 更加 繁荣 双征 声音表示 在一国两制下 香港有 世界的独特优势 香港经济 国力 尤其是一系列的 重大 为香港的发展 提供了空间和 中卫市 霍委委 王磊 后院 好 今年 美国 选年 在14届全国人大 二次 发布会上 大会发言人 娄秦 国大选是 美国内政 中国 不论谁当选 都希望 中方 相向而行 推动 健康 可持续发展 楼秦前表示 官知 按照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中方希望 把两国元首 旧金山会 的 现景落到实处 对于美国 这是美国内政 中方不持立场 是美国的内政 不持立场 我们都希望 能够从中方 想向 推动中美关系 稳定健康 可持续 发展 楼秦简还表示 今年 25周年 双方立法机构 要多来往 增进彼此了解 为中美 发挥建设性作用 对于 修订的 反间谍法 扩大了 间谍行为 外国人和外国公司 来中国 面临更大 金简强调 这是错误解读 始终欢迎并吸引 外国人和境外 投资 交流合作 他说 世界始终打开 不会关闭 反间谍法 并没有 行为的范围 而 参考 国际通行座 合理基建 国国法律 完善了 建立 定义 不争 商业往来 科学 学术交流 等 我们反对 理解 反建立法 破坏 中国 环境的 行径 高科技竞争 楼秦坚表示 告脱钩 只会阻碍 全球科技进步 他想 开放合作 才是探索科学 前一 发展的正确选择 科技 发展规律 符合市场经济规则 任何一项 已知的 要卡 是卡不住的 是时间问题 关于 我们要加强 可 安全的 创造 保护 我们提出 科技 并不是 关于 研发 而是 推动全球 科技 其作 另外去年的 中国军费同比 2.2 达到1.56万亿元 目前表示 中国在 推动经济社会健康 保持国防支出 合力稳定增长 与美国等军事大国相比 无论是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 支出的比重 以及国民人均 国防费等 一直比较低 杨夕 杨夕 侯友运 王磊 北京报道 14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将 就要开幕 相关话题 立刻点献给 我们 杨夕 14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 开幕 大会是包括了 审议 七项议程 都有哪些关注焦点 好的主播 第14届 第二次会议 今天上午9点 将在人民 在开幕会上 国务院总理李强 将做 工作报告 依照惯例 每年的政府 过去一年进行总结 对接下来一年的工作 进行总部署 并具体的设定 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这份政府工作报告 将提出一系列 今年工作的具体任务 比如GDP增速 财政赤字规模 地方专项债规模 新增就业目标 和货币供应量增速 等核心经济指标 这也是观测 今年政策方向 发展 力度 节奏的重要参考 其中 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的GDP增速 对今年一整年 各级政府的经济政策 具有引导作用 同时也是市场的风向标 而国际分析 投资机构 也将视此为 中国政府释放的讯号 那另一方面 社会民生议题 也将会被关注 包括就业 社保 生育知识政策 引发经济 推动人口 高质量发展等等 都将会在这份报告中 来体现 另外 开幕会前 会开放代表通道 多位人大代表 也将就各自的领域 来进行建言宪策 开幕式结束后 首场的部长通道 也将开启 那多位部长 也就会就各自领域 来回答媒体的关注 我们也将持续报道 现在把时间 交还给香港主播 好 要来关注美国大选 因为美国最高法院 九位大法官在四号 已经全票通过 推翻克鲁拉多州 早前剥夺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竞选资格的决定 也宣布特朗普 可以在全美 五十个州份参选 那么就在 超级星期二选举的前一天 这项裁决 被视为特朗普的 重大胜利 美国最高法院 九位大法官 在四号一致同意 美国各州 不得根据宪法 第十四修正案 第三款叛乱条令 禁止参选人 竞选联邦职位 这项在美国内战后 通过的条款 禁止宣誓支持美国宪法 后来又参与叛乱者 担任公职 而最高法院的 主要论点认为 美国总统并不是 第十四修正案 第三款所涵盖的 官员之一 这条法律 并没有提及总统职位 五位保守派法官 在意见书中写道 宪法规定 美国国会 而不是各州 负责决定 总统参选人的 选举资格 由特朗普提名的 大法官巴雷特 还指出 最高法院 在总统大选的 动荡时期 应该降低 而不是升高 全国的紧张情绪 目前而言 九位大法官的一致性 比分歧更加重要 九位大法官 也一致同意 特朗普在全美 五十个州 享有选举资格 特朗普当天 在海湖庄园 召开记者会表示 这是美国的巨大胜利 他抨击拜登阵营 利用司法攻击政治对手 克罗拉多州州务卿 克罗拉多州州务卿 四号对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 表示失望 但承认 特朗普有资格参与 克罗拉多州初选 克罗拉多州将是五号超级星期二 举行初选的十六个州和属地之一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超级星期二在即 美国2024总统大选风云在起 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刚提到 裁定特朗普可以在全美五十个州份参选 这个裁决会对选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相关话题 马上连线 在德州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杨平俊 去了解情况 平俊早上好 杨子祥宇早上早 早上好 德州是作为超级星期二 举行初选的十五个州之一 那目前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之后 特朗普在当地的选情 有哪些一个最新的变化动态呢 好的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美国德州的奥斯汀 这次德州的超级星期二 将会成为全美的关注焦点 而当地的提前投票已经在2月19号结束 而当天会在2月19号当天 全州各地的投票所会在早上七点一直到晚上七点 全片开放 当地是要求所有的参选 所有的选民必须要携带 带有头像的证件照片来出席 担心投票 这是当地为了防止选举舞弊发生的一个条件之一 刚刚提到说特朗普今天因为最高法院的裁决 对他来讲是形势一片大好 因为目前看到的是当地所有的支持者将会德州和加州代表着共和党拥有160张代表票以上的一个州份 所以成为这次超级星期非常关注的两个州份之一 而当地的情况来讲 在这次能够在整个超级星期当中 共和党方面一共会开出874张的代表票 所以目前大地的情况即使是黑力拿下了一个华盛特区的24张代表票的情况之下 特朗普应该也是能够最后能够胜出这样的情况 无法改变结局 而在德克萨斯州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深红州 也就是保守州份 但是目前今年在当地非常知名的来自参议 国会参议员克鲁兹的选情并不乐观 原因是他发现在共和党人民主党人 目前和他的民调是相五五波的情况是不分上下 并且有民调显示克鲁兹的仇恨值更高 所以这个非常知名的保守州份 如果最后被民主党人拿走的话 将会成为全美更受关注的焦点 以上是我们现在找到这些情况 把今天我将回香港 看来特朗普现在是来势汹汹啊 也谢谢平均在前方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但说实话谁会是最后赢家不知道 但口水战没有少 因为特朗普获得参选资格被视为重大胜利之后 拜登却称特朗普为失败者 所以到底最后谁胜谁败呢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琦 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 王琦早上好 把时间交给你了 大家早上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 根据来自福克斯新闻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在接受 纽约客采访时表示 他相信如果特朗普再次竞选失利 将挑战2024年大选的结果 拜登指出 真正的失败者从不会优雅行事 如果输掉大选作为失败者 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争取胜利 拜登的年龄一直是他竞选连任的最大不利因素之一 有关他可能会在11月大选前退选的猜测不断 对此 拜登坚称自己会参加11月的大选 阻止特朗普再次入驻白宫 虽然拜登表示他有信心获胜 但最近的民调却显示 两人势均力敌 纽约时报上周六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特朗普以48%对43%的支持率领先拜登 这是这位前美国总统 自2015年首次参加总统竞选以来 在民调中取得的最大领先优势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条新闻 2024年美国大选 5号将迎来初选阶段关键节点 超级星期二 全美共有15个州和一个海外领地举行初选 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 将决定民主共和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归属 2024年美国大选 5号迎来初选阶段的关键节点 超级星期二 这一天全美15个州和一个海外领地 同步举行初选投票 其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最终谁将获得 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 回顾历史 在1992年 时任阿肯色州州州长的克林顿 在前期的民主党初选中节节败退 但在超级星期二 拿下南部大部分州的选票 最终获得民主党候选人的提名 2016年 彼时还是政治素人的特朗普 也是在超级星期二的集中初选中 力压劲敌 德州参议员克鲁茨 最终拿到共和党候选人的提名 而在今年的超级星期二 总共有1439张民主党代表票 在这一天被决定归属 约占民主党代表票总数的36% 由于现任总统拜登 目前在党内未逢敌手 外界普遍认为 他有望在超级星期二实现横扫 并最终拿下民主党候选人提名 共和党方面共有874张代表票 要在超级星期二争夺 也占共和党代表票总数的约36% 领据共和党的提名规则 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 需获得半数以上代表票 也就是至少1215票 而从目前情况看 先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 遥遥领先 已将247张代表票收入囊中 如果加上超级星期二决出的874票 特朗普的总得票数将超过1100票 拿下总统候选人提名 几乎成为定局 而对特朗普在党内的唯一竞争对手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而言 超级星期二的投票结果 则将决定他是否还有必要 把选战继续下去 最新民调显示 黑利的支持度 在所有将在超级星期二 举行初选的地区中 都落后于特朗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新闻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好的了解 谢谢王琪 好 接下来我们要持续跟进 到是美国大选超级星期二 即将要到来 那美国最高法院刚刚都听到了 裁定特朗普已经合资格参加初选 所以对本次大选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这段话题立刻请来时评论员 郑浩先生 帮我们点评分析 郑先生 您认为美国最高法院 对特朗普初选资格的裁决 是否意味着特朗普参加大选的 司法障碍都已经扫除了呢 毫无疑问是这样 虽然特朗普现在是官司缠失 我们知道他一共有91个官司正在打 但是呢这91个官司 没有一个官司呢 可以和违宪相比较 因为呢 按照这个美国宪法修正案 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 凡是宣示过效忠于美国宪法 但是呢又参与过了 这个暴乱的话 那么就不可以担任公职 但是呢 昨天美国的最高法院 已经裁定 那么特朗普呢 并不符合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么于是后呢就推翻了 克罗拉多州州务卿呢 在去年的12月17号 那么克罗拉多州的高等法院裁定 特朗普呢是违宪 因此呢不把他的名字 放在这个选票当中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等于说 特朗普涉嫌违宪的这个控罪 那么或者叫指控 其实呢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这样的话 特朗普呢会在15个州 可以顺利的来参加党内的初选 我们知道呢在科州 在去年12月17号 裁定特朗普违宪 把他的名字从这个选票当中 剔除之后呢 另外还有两个州 一个是缅因州 还有一个是密西根州 随后呢州务卿也宣布 这个特朗普违宪 但是呢根据昨天 美国高等法院的这个裁决的话 缅因州和密西根州 实际上也不能够 把特朗普的名字 剔除到这个选票这个当中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特朗普实际上已经扫清了 唯一能够阻止他 或者是断 或者叫这个断送他 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 大选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障碍 那么这样的一个胜利呢 毫无疑问对特朗普呢 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鼓舞 实际上呢特朗普呢 在之前的几个州的党内初选 一直是遥遥领先 那么但是呢 唯一的一个隐患 就是他如果真的是涉嫌违宪的话 高等法院做出相关的裁决的话 那么实际上他就不可能 再参加 无论是3月5号的超级星期二 或者是之后的 其他州的一个党内初选 但是呢这个障碍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还有呢就是特朗普 在这个司法 司法这个博弈当中的一个胜利 其实呢也大大鼓舞了 这个共和党党内的 对他的一个支持 我们知道呢共和党党内 其实呢对特朗普的支持呢 也不是铁板一块 还有人呢对他这个表示有些担忧 或者是不支持他 明确地表示不支持他 但是从目前来看 那么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违宪的一个司法 这个障碍被扫除之后 那么进一步地来巩固了 共和党内的同仁 对他的一个支持 而那些支持他 竞选的这个捐款人 也会坚定地来支持他 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 那么特朗普 在未来的几个州的 这个党内初选 势如破除 一定会拿下 这几个州的这个党内初选 可以说特朗普已经锁定了 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的提名 两位 好的了解 谢谢郑浩先生的电评与分析 接下来关注这个消息 是中国海警局 在5号发布这个消息说 当天中国海警依法队 非法闯入南沙群岛仁爱礁 临近海域的菲律宾船只 采取管制措施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以哈局势 因为现在以哈冲突 还在持续当中 根据加沙卫生部门称 以色列早前对拉法发动袭击 造成至少11人死亡 而与此同时 新一轮加沙地带的停火谈判 正在开罗举行 而以色列并未出席 巴勒斯坦方面就表示 希望以哈在摘月开始之前 达成停火协议 另一方面 野门胡塞武装在4号表示 当天是向在阿拉伯海行驶的 这一艘以色列船只 发射多枚导弹 也使用无人机和导弹 攻击数艘在红海航行的 美国军舰 外电有报道 因为胡塞武装频繁发起袭击 三根为全球提供互联网 及电信服务的海底通信光栏 在红海被切断 胡塞武装的发言人就表示 当天首先使用导弹 准确打击一艘名为 地中海天空的这一个货轮 随后又发射 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 袭击在红海行驶的美国军舰 英国海商贸易行动办公室 也报告一起 雅丁湾霍伦遇袭事件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业内的人士表示 这些海底光缆 对于亚欧间的数据传输 至关重要 而无据事方面 德国军官讨论 袭击克里米亚大桥的录音事件 继续发酵 俄罗斯外交部4号传召德国大使 要求作出解释 俄罗斯外交部4号传召德国大使 兰布斯多夫 要求对方就有德国军官讨论 是否可以用金牛座巡航导弹 攻击克里米亚大桥的录音 作出解释 兰布斯多夫离开时 并没有回答记者提问 录音由俄罗斯媒体曝光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维杰夫 4号出席一个青年论坛时表示 莫斯科对录音的报道 表现出克制 但强调不会忘记事件 那这也不错 似乎俄罗斯不明白 而且没有学习 但是如果这样 从今天这个谈论 什么我们看到了 听到 想法 如何抗互战与美国 毁灭我们的民主 美德维杰夫又被问到 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 他表示 与乌克兰现任领导层进行和谈是不可能的 除非新任乌克兰政府承认战场上的态势 他并强调俄罗斯不会放弃 原属于俄罗斯的乌克兰领土 战况方面 俄军继续在阿弗杰耶夫卡方向 占据更有力的战线和阵地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中央军区的部队协同行动 击毙近500名乌军 另外摧毁乌军大批武装 包括一辆美制爱布拉姆斯坦克 三辆美制布雷德利战车等 当局表示 这已是俄军摧毁的第三辆爱布拉姆斯坦克 另外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格罗西即将前往俄罗斯 他表示 如果与总统普京会面 他打算与对方讨论俄军 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计划 格罗西表示 核电站情况仍然非常不稳定 多次发生场外断电 同时继续面临人员配置 关键安全系统的检查和维护等挑战 影响核电站的核安全和核安保状况 目前据报 有大约130名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 在乌克兰开展工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法国国会在4号通过修宪 将妇女的堕胎权写入宪法 成为全世界首可将堕胎权 纳入宪法的国家 位于法国首都巴黎的 埃菲尔铁塔亮起 我的身体 我的选择 以及堕胎合法等字句 聚集于广场上 支持堕胎权力的人士 欢呼庆祝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法国国会在两院的联席会议上 以780票的赞成 72票反对 压倒性的票数通过 这项决议 总统马克龙形容 这次修正案是通过 是法国的骄傲 欢迎回来 中共中央港澳办主任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4号晚上探望港区 全国人大代表团 代表团指出 夏宝龙提到 香港在基本法23条立法过程 仍然受到外部势力的干预 也鼓励众人要敢于对不合理的干预 做出斗争 中共中央港澳办主任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晚上探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团 并与部分的代表共进晚餐 代表团团长马逢国 引述夏宝龙表达 较早前来港七日的感受 指出香港在方方面面 有很大的进步 觉得相当满意 夏宝龙又认为 社会都很希望 香港能够尽快 就基本法23条完成立法 可以重新集中精力谋发展 全国人大成委会委员李慧琼指 夏宝龙还鼓励代表团 在会议期间屡时尽责 要积极建言宪策 鼓励我们作为人大代表 要努力做好我们的工作 一方面就是 在未来的人大会议期间 是就着国家的一些政策 发展方向 积极建言献策 同样地我们在香港 都是要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相信对于我们每一位人大 代表起未来理智的工作 都是有一个很鼓舞的作用 另一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陈仲尼引述夏宝龙的画质 中央看中香港能够发挥的作用 以及功能 特别是国际金融中心 航运中心 贸易中心及科创中心 而香港要发展的好 一定要继续保持国际化 市场化及法治化 富豪卫视 季思青 邓亮堂言济熙 在北京报道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将在今天上午9点开幕 4号上午 预备会议通过的主席团名单 包括多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于5号开幕 全国人大代表4号早上 举行预备会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团也有出席 团长马逢国指 会上通过主席团名单 以及未来几日的会议议程 为5号正式开幕做准备 今天的预备会 所有的代表都会出席的 就是要通过大会的主席团 和秘书长的名单 另外就是要通过大会的议程 和日程表 定好每天讨论什么议题 主要是要通过这一系列的安排 另外就为明天的正式会议 做最后的准备 会后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吴秋北接受本台采访时至 预备会通过了主席团名单 名单也包括了多名香港代表 而这一次人大会议的议程 有七项 包括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 今天这个议程很简单 就是通过那个主席团 有181人 议程都很紧臭的 会在七日之内就完成 就是由明天到了11号 那个议程都会很紧臭 我们会集中精神 高效地去理职 提出我们的建议 代表团又指香港代表都很关注 香港的发展与内地的经济融合等 相信很多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都会提出有关于液港澳大湾区 或者是两地互联互通的议案建议 同时也是希望能够 为国家的建设发挥香港力量 凤卧视纪思青的亮堂言济熙 在北京报道 欢迎回来 美股三大指数周一偏软 标普白指数 还有纳斯达克指数脱离历史高位 而投资者 近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本周在参众两院的听证内容 以寻找当局降息时间的线索 芯片股英伟达收涨3.6% 也再创下历史新高 而苹果公司现在遭到了 欧盟巨额的罚款 股价下跌超过2.5% 画面上你看到的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 在38,989点 跌97点 跌幅0.25% 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 16,207点 跌67点 跌幅0.41% 标普百指数收报在 5130点 跌6点 跌幅0.12% 跌幅0.3% 跌幅0.3% 跌幅0.33%